我愿意实施关系南国坑西 我愿意向人传达爱护南国坑西的理念 我希望将干净还给南国坑西 让南国坑西不再受伤害 甜甜小气息 南国国小17日上午在南国坑西情人桥举办 爱兮从南国开始守护南国坑西活动 县长魏明谷与立法委员黄秀芳等人 跟南国国小的学童一起加入爱兮护西的行列 期许还给地球清静悠游自在的环境 我看这些鱼能够在这个南国坑西里面 悠有自在 好像都不会受到人家的干扰 也不会怕人 对 会很久的 不会怕人 有些人 不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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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态的教学 已经落属我们每一个乡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实际行为上面 南国坑西在民国九十三年起开始进行整治工作 河道两旁设置节水沟 将家庭污水分流改善吸水污染问题 在彰化市要找到这样子的一个西 这么清澈的西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其实刚刚现场讲 未来不论是这个地方 或者是我们的污水处理厂处理之后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 类似我们南国坑西 这么清澈的西 我们做这个生态工华 大家看到旁边那些家庭 那些家庭是什么 那就是家庭粉水 流在铁 这叫做火水 这叫做分流汁 分流汁 鸡才才会瓦 还有第二个 大家讨过就是说 这条叫做情人桥 情人桥不是黑白黑的 我这里跟大家讨过 这棟叫做三宝的 叫做张宗宿舍 这两棟叫做什么 张宗宿舍 我们张宗宿的同学 你不知道 我当年学校的 每到月中月考期考 就会 有六点六点 有女生 拿车那边走过来 走到这边就拿过来 女生看到 那边走到这边 拿过来 走到晚上八点八点 两个就去做一条两点 这条叫做就是这样的 南国国小学生 在田野调查课程时 发现南国坑溪有各式各样的垃圾被丢弃在沿岸或是漂浮在水中 于是展开了提出守护计划及爱溪静溪的一连串行动 今天我们是把我们之前所有护溪的宣导活动跟爱溪的这些静溪活动整合 今天请卫县长来为我们做建政 同时也为了保护这条溪 小朋友安排了很棒的护溪轩缘的表演 以及让我们的宣导 因为这次孩子他们想要 因为关心垃圾问题 才有这次的守护活动 那也很高兴县府他们可以采纳他们所提出的任养维护的方案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留心身边的问题 那有遇到觉得应该可以让社会更好的话 应该想办法去把它做好 县政府重视整体环境的改善 特别指示水利资源处倾听民众的心声 在解决问题的同时 提高民众对于政策参与 有利于工程的推动与执行 公益频道林俊明 张华采访报道